好这个数据也保存完了 这个数据保存完了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的话 是做什么样东西呢 这个数据已经有了 是不是就可以进行查询操作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相对应的查询操作 那这个查询操作的话 在这个CircleIcon当中 怎么进行相对应的查询呢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咱们在哪进行操作呢 咱们还是在这个终端当中 在这里面进行写吧 我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咱们直接拿这个IPython当中来进行操作 或者说咱们直接这个python 我们没有用这个脚本吧 咱们直接就是IPython IPython当中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面去写相对应查询 查询的时候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面去写相对应的 然后呢为了进行使用的话 我进行查询的话 是不得去用到了相对应的这两个模型类呀 对吧 所以呢咱们直接去导入 导入谁呢 从dbdemo当中 从我以为我当前就在这个里面启动的 所以demo当中 我在这里面使用的话 是可以直接import新的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导入前来之后呢 咱们直接就进行使用了 我首先先来查询看什么东西呢 如果想要进行查询的话 在章狗里面怎么查询呀 比如说先查询肉这张表 查询肉这张表里面 它随便对应的都有哪些数据怎么查询呢 在章狗里面 应该是通过肉的模型类 然后呢 里面是objects 在进行查询吧 对吧 但是在jungle 在这个circle agamy就不一样了 它也是虽然 第一种方式呢 虽然也是通过这个模型类 肉点 但是呢 它操作的就是叫做core 查询 肉点core的方式 然后进行为我来查 查完之后的话 如果我想去获取所有记录的话 core后面直接跟上all的方式 然后加上括号 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你现在来看一下 当前就代表的是 拿寻出来的肉对象 都有哪些了 当前的是关于这样一点 当前的话拿出来了这么多数据 那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代表是 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应该是每个数据的一个对象吧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专门找一个 找一个r这个东西来接收 找一个这个list 来接收 那list当中 我们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列表 list的列表 比如说拿一个r再去接收 第一个变量 零号变量 零号变量之后的话 我来看一下r什么东西呢 你发现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象啊 它是这个肉类型的吧 然后呢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就可以操作这个对象 r点内母 我是不是就能够把我存的那个值拿出来啊 对吧 所以这跟jungle就是一样的了 你通过all方法拿出来的东西呢 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的东西都是对象 你就直接按照对象的方式来读取属性值就可以了 这一点是不是跟jungle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把这句话给你写到这里面来 可以放到这儿 然后紧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去看一下 这是关于去查询多条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去查询一条记录呢 如果想要去查询一条记录的话 怎么去查询呢 在这个排式肉方法当中 肉里面有一个cory cory之后的话 然后呢 查询单条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first 这个first的话 会返回出来第一条的记录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会返回第一条记录 那这一条记录是谁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 比如说当前是不是就已经拿到一个对象了 然后呢 咱们啊啊点 比如说name 看一下是哪个东西呢 在数据库当中的第一条记录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数据库里面第一条记录 是不是就adme啊 所以first的话 它只拿出来 而且它返回来的就是那个完整的对象了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点操作 这是关于first的 然后呢 如果查询单条记录的话 还有什么方式来进行查询呢 还有进行查询的话 可以通过肉里面的这样的cory 然后呢 有一个叫做get的方法 get的方法也是往外拽出去 但是这个get的方法的话 就要你指明了 它指明的时候呢 只能接收一个值 接收一个什么值呢 就是那个主件的值了 那个主件的id值 所以呢 这个id值的话 是几就传几 比如说 我想把当前的肉对象里面的编号为2的 这条记录给我找出来 所以呢 就把2传给它 那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我去接收一下 接收一下之后 看一下 它返回来 是不是又是一个对象了 所以r.name 又能够拿出来 它是哪个值了 所以这是关于get的方法 通过get的方法呢 能够去拿寻出来 一个具体对象 而且呢 必须要传一个主件的值 这跟first是不一样的 first不管到底是多少 它只返回第一条 而get的方法的话 根据你指明的方式 来往外返 我们把它放到这 这个get的方法 然后呢 根据 主件id 握取对象 这是关于get的操作 然后呢 再紧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实际上除了这样一种方式 使用之外的话 还可以怎么去操作呢 在这个circle alcum当中的话 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形式 怎么去写呢 我们在程序当中 实际上是否已经 引入过一个db这东西了 所以db的话 我们添加数据的时候 在底下实际上 是否还用过一个东西啊 在底下的话 还用过db session 的东西吧 所以呢 你不仅可以用db session 进行添加数据 还可以用它 来进行查询数据 所以呢 查询的方法的话 比如说 就像刚才我们写的 你写的这个r 这样的一个 r 然后呢 里面的 .chorid .out的方式 你要是写成这样的语法的话 相对应的 还可以怎么去写呢 还可以写db.session 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刚才 已经把整个文件引过来了 所以这样面是有db的 你操作它 db.session 里面有一个chorid 通过它也可以 但是你通过现在的话 就指明了 让它给你查询 查询的到底是哪张表呢 那你现在就把那个模型类传过来 我现在让你查询的是 r这张表 所以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再来一下 out方法 然后来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不是完成的是相同的功能 所以这两种形式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去说一下 底下的这种形式呢 是最原始的形式 是哪种形式呢 刚才我们跟大家去介绍 这个circle alchemy的时候 是不是跟大家去提到过一点呀 提到过一点是 circle alchemy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换架吧 所以这个刚才的底下的这种语法 是最原始的circle alchemy当中 它所提供的 而上面刚才所看到 flask看到的这个通过对象 对象点create的方法呢 是这个flask circle alchemy 它做了进一副封装之后 它额外去提供的方法了 所以哪两种方法都可以 大家一定要知道 有这两种方法存在的 那你相对应的 如果我再进行使用的话 你后面无论是get呀 还是这个forst 还是这个get 在中对应的话 是不是都是相同的呀 你通过这样的get的方法 你比如说传到r的东西是多少 然后呢 比如说还有这个forst f-i-r-s-t forst也是一样东西了 能拿到相同的 只不过就相当于 你通过r.coreate 就是对前面这句话的一个简写形式吧 所以这个三种形式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对于底下sess db session.coreate的这个方法呢 就不再去说了 咱们还是拿到上面东西来进行说明 另一种查询方式 那我们把刚才给大家在这个里面 这个 在这个终端里面是学习的内容呢 我会放到今天的代码里面 有个叫做note.txc 就是记事本的东西 在这里面保存了历史记录 所以在查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这个来查看 那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我在进行过滤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没有进行过任何的 进行查询的时候 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过滤呀 只是通通的全查出来 那我在这种查询的话 通常情况下是不是要进行过滤呀 所以过滤的话 怎么进行过滤呢 在这里面进行过滤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课件当中 也是有相对应的一些个过滤行为的 怎么进行过滤呢 刚才咱们说底下的那个 all还是forced 还是说get 指的是你在进行查询 完成之后取结果的时候的一种方式了 那你在查询之前的话 那个到底要去怎么过滤的话 还有这里面进行操作了 可以通过几种方式 通过filter 通过filterby来进行查询 然后来看一下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什么东西呢 那我就对应到哪张表呢 咱们对应到这个 user的这张表吧 咱们对应到user的这张表里面的数据 来进行查询 我们放到这里面来查询这里面的数据 然后现在来去看一下 当前的数据已经在这了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要去查询user这张表 首先要去查询user表里面 我如果想要进行过滤的话 那应该是 还是操作user的query query之后的话 再去进行一下过滤的话 往后面放 放filter 我们先来说最简易的方式 filterby 最简易的这个方式 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当前filterby的话 它仅仅指明的 就是你在进行过滤的时候呢 就是user表里面的数据 然后呢 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你在user表当中的一个字段 你就可以进行相当于的简写操作 怎么解写操作呢 比如说 我想去过滤一下什么东西呢 想去过滤一下 内幕等于王的 比如说 就直接去写了 内幕是这样的字段 是在这个内幕的话 指的是 我在user表里面的这个东西 内幕什么东西呢 等于 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王的 好了 把王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当前我们来看一眼 敲完成之后 你发现 它返回来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查询吧 还不是结果呢 所以你要想去获取 属于这个查询的结果的话 怎么过呢 后面 你可以通过out的方式 把所有东西都查出来 那当前反复是不是列表啊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force的方式 查询出来 它的第一条记录 如果我们明确知道 它仅有一条的话 是不是可以通过force的方式 来拿啊 来看一下 拿出来的是一条记录 那当前反复出来的 仍然是一个对象了 那比如说 我们就通过force的方法 往外去拿 拿出来的话 就是有一个user了 有一个user的对象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user对象 它里面的name是什么值啊 user里面的这样的email 是什么样的值啊 说通通的都有了呀 所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过滤的 通过filterby的方法 然后来往外去拿取值 拿取完这样值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filterby 能不能支持进一步操作呢 那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查询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说了 你这个地方不仅仅要是name等于什么东西 还有可能东西呢 还是说让name等于这个王 并且什么东西呢 并且roid等于1的这个东西 那如果把这名字写的话 相当于你在后面filterby的时候呢 以逗号分割再往后拼接就可以了 roid比如说等于1的 以他的话 那当前flasm就会把这两个变量 以暗的方式来听连接 相当于是名字等于王 并且roid等于1的结果 所以这时候来看一下 我进去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查询出来一个对象了 对吧 能够查询出来一个对象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那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如果我们改一下呢 比如说ro当中给你返回的是一个2 那当前王的这个用户 他的roid是不是一样 然后呢 用户名等于王 并且roid为2的话 在这个记录里面是不是没有啊 所以这时候来看一下 在jungle当中 你如果去获取单条记录的话 如果不存在 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是难吧 是抛出异常 在jungle里面 如果你获取单条记录 使用get的方法 去获取单条记录的话 不存在 他会给你抛出一个异常 叫做does not exist 不存在的 所以在这个flasm里面 我单独给你提的一个原因 在于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你看一下 我敲一下之后 他有给我抛出异常吗 没有吧 然后呢 我回回来再来去看一下 我去尽量接收 接收之后的话 我type一看 看一下user到底什么东西 这里面才是NAN类型的 所以在circle admin里面 它是如果不存在 可以给它返回NAN类型 这跟jungle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是要清楚的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上去说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在这里面跟大家说明的时候 就是jungle里面的get 跟在flasm里面的get 可是不一样的 jungle里面get 是不是可以去传桥点呀 但是在这个circle admin里面 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强调过了 这个get的方法 你只能传ID 如果你还是想要进行条件 过滤或去单调记录的话 你就得是通过filter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再去拿的时候呢 通过force方法 就拿出来一条了 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操作的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往下进行操作 再来去写什么东西呢 回一回来 再相对应的 再拿出来的话 那相对应的是 我们的filter by 就是按照那样方式去写了 filter by的话 意思也就是说 它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这个条件是固定的 就是说 只能按照这样的并且的方式 放到这里面来 那如果 而且它在进行匹配的时候呢 是按照严格匹配的 就相当于是按照 内部等于1 肉等于2 那如果说 你现在可能会说 有两个条件之间是或 或者说你还可能想进行 模糊查询 那这时候的话 filter by就起到不得作用了 那我就得换一个东西 换一个东西呢 就得去换成filter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课件当中 所说的这个方法了 filter filter是万能的方法 也就是说 filter by是它的一个特例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filter的话怎么操作呢 我filter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如果说 我还是想按照 刚才的这种方式 去传 让用户名等于王 并且id等于1的话 我如果使用filter 怎么来去写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万能的方法 所以呢 这里面就有特殊了 你在写段落的时候呢 哪怕是user表里面的name指定 你也必须得去指明 必须是user表 user user 类里面的name 是这个条件 我要进行过滤 而且是相等 相等的话 你也不能是单等号了 必须是双等号的方式 双等号进行等于 然后等于谁呢 等于王 放到这 然后呢 你如果是并且条件的话 那这一点是跟filter by相等的 你可以对数号分割 然后呢 再有相对应的 还是user表里面的 这个user表里面的肉id 肉id 然后呢 他是谁呢 相等的话 还得是用两个等号 然后呢 等于谁呢 等于1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想要去获取记录的话 还是你可以 out获取多条记录 first获取单条记录 因为我知道 现在是不是只有一条记录 所以通过forster来进行获取 获取之后的话 那user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象 所以可以通过user.name 你能够查看出来的 能够获取里面的值 所以这一点 你现在再来跟那个filter by的 对比的话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刚才我们说的 使用filter by的话 你看一下filter by跟它的关系 filter by的话 你不需要指名类名 然后呢 等号的话 你也不需要指名双等号 所以呢 filter by是它的一个简写形式 而且filter by 它只能支持这样操作 只能是等于 如果你说的其他东西的话 这里面就不能操作了 然后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点说明完了之后呢 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一点说明完这个问题的话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进行操作的东西 是哪个操作呢 filter by我们说的 既然是它通用的方法 也就意味着说 我还可以去进行 别的长选了 如果说我现在有两个条件 是一种或的关系的话 怎么进行或呢 如果有条件进行或的话 那我们首先得去进行操作 得进去引入 引入什么东西呢 我们从从哪呢 从这个circle acumen当中 circle acumen当中 去引入 引入一个什么东西呢 引入一个这样的 all的这样东西 引入一个all 下发线 它代表的是最终要去拼接 这样的货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时候呢 怎么才来看呢 我们回过来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呢 在这个条件 还是user.cori.filter filter时候的话 我现在想把货 跟这个模糊查询 一块进行关联 我怎么查询呢 比如说当前有一个条件 是user里面 我想判断一下 用户的名字是谁呢 用户的名字是王的 好 我放到这儿 然后呢 之后之后的话 还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是说 要么你用户名等于王 要不然是你的邮箱 是以163结尾 那邮箱以163结尾的话 怎么写呢 就是user. 邮箱的话是哪个东西 是不是email啊 所以应该是email 然后的话 你就把它当做自付转的方式 自付转以什么什么结尾 有那个函数吧 哪个东西啊 end位置吧 所以这里面也是相对应的 是end位置 end位置 end位置 放到这儿 然后呢 加上括号的方式 去指明 以什么什么结尾呢 你就把它放到这里面 就可以了 以什么什么结尾 就相当于 比如说它就是 以163.com来进行结尾 就放到这儿吧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那当前如果这两个条件 是以或的话 怎么来进行关联呢 好了 我就在这个条件的 这两个条件外面 又刚才导入过来的这个all 进行下滑线 它实际上是一个函数 用它来进行关联 关联之后的话 两个条件之间呢 以逗号来进行分割 分割之后的话 我只要把这两条件 给你扩到哪呢 扩到all的函数里面来 就可以了 就先来看一下 相当于用all 用这个东西 来把这两个条件 给扩起来了 那这时候 相当于这两个条件呢 是或的关系 怎么了 觉得这很麻烦是吗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写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再来去获取 这个所有的结果 上面有多条的 所以要获取all的方式 然后呢 点击一下all 点击一下all之后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前这两个对象 是不是都有了呀 对吧 都有了这两个对象 是哪两个对象呢 因为刚才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是name等于王 这个等于王的话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 或者邮箱是103结尾 103结尾的话 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一条 这个东西也是一条啊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 都能够查看得出来 比如说 我想去查看一下 我拿一个list 接收一下 list当中的零号元素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对象啊 那我在这里面直接操作了 它的name是谁呢 放到这儿 list的一号元素 它的那个name是谁呢 是不是周啊 所以是王跟周都查出来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 我在这一步的话 把这个模糊查询 跟其他的方式呢 都跟大家去说完了 那你说这个模糊查询 是不是就相当于 你的色谷语句里面 那个life关键字 还有印象吗 这个没讲过还是没 讲过吧 肯定讲过的 应该是忘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去讲 这一点说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再来去说哪个东西呢 咱们再来说的话 那你在filt的话 各种各样的条件 都是用tom前的那个方法 来进行pin就可以了 然后呢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还有排序吧 对吧 还有排序 还有这个都limit 那么先来看一下 limit跟offset limit offset的话 就相当于 完整的一个形式的话 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应该是 应该就是user query 就是一个完整的 最全的链接 应该是user query 然后呢 点filter filter之后的话 然后呢 再跟上什么相应的 比如说offset offset再往这 里面再跟上 就相当于 offset代表偏移的 我是从地底条 往外去起 从上往下 从底条开始去起 limit代表我去取几条 然后呢 再往后走的话 就相当于 我还可以进行一下order by 你是可以按照这样方式 完整一个连接 order by完成之后的话 我还想要获取数据的话 然后呢 在all方式 拿出来是结果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 一步一步往下去连的 那咱们 又感觉很麻烦吗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circle alchemy 可是比你张狗要通用的 circle alchemy的话 它不限于框架 而你张狗里面的那模型内 只限于张狗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接下来咱们一个人来去学 那这个field的话 我现在呢 咱们就可以当中的每一个 都可以省略 现在一共就只有这四条 所以咱们就看field了 咱们能看呢 我现在就想去看一下 当前offside 就直接往这放 offside 我从第一条开始起呢 比如说我从第二条开始起 然后往all一下 然后这时候来去查询一下 查询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再来去看一下相对应的 list当中 比如说是对应的零号元素 它的name是谁呢 零号是不是成呀 然后呢 在一号元素 它对应的name是谁呢 是不是周啊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是偏 就是offside代表偏移的意思 相当于是跳过两条 跳过两条的话 是偏两条跳过的 所以应该是从第三条开始往下去取 offside代表偏移的意思 跳过两条 对 我是跳过两条 那后面到过 跳过两条之后取多少 由我们自己来去决定 我现在是不是写的去取out啊 取所有 offside 我还没写呢 等一下 offside 然后偏移 偏移 跳过几条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现在怎么去跳过呢 比如说我就跳过一条吧 跳过一条之后的话 然后呢 那就相当于 是不是就把第一条这个王过滤掉了 过滤掉之后的话 我现在还想去说 跳过一条之后 我取几条呢 Limit加上 Limit 比如说就取两条吧 那最终应该是把张跟陈取回啊 所以在通过这样方式 紧接下来 你再来看一下 我如果放到这里面的话 那当前对应的 list是什么东西呢 它还是一个查询 所以哪怕你说指名了两条 你最终这两条怎么去取 还得是加上all条件 所以呢 所以呢这是我要跟大家去说明的问题 这个Limit之后的话 我还得把这两条全取出来 所以呢还得加上all 也就是说你最终取出来的话 必须得跟上all呀 或者是first 要么取出所有 要么取出来这样的一个三条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list是不是有了 list什么东西呢 也是一个东西 然后呢 list比如说是0号元素 它的name是谁 是不是应该是张啊 list1号元素 它的这个name是谁呢 所以当前就有这两条纪录吧 就相当于跳过一条 我再取两条 取两条的时候呢 你现在呢 就把这两条全部返回给我 是这样的意思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那你说我Limit这里面 能不能加最后加first呀 能不能加first呀 要加first的话是没有意义啊 我说要两条 最后你再给我拿出了一条吧 是可以的 所以只是跟大家去说 你怎么去组合 都由我们自己来进行推移 那当前这个Limit就有了 那你说我现在再来说的话 这Limit我不前面加上这个跳转 不添加这个偏移 能不能行啊 我直接一上来 在这里面 这个user.core 然后直接Limit 直接一上来去取一条 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在里面我们再说了 然后咱们再来去说一下 说什么东西呢 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排序了 那排序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按照什么样的东西来进行排序呢 ID是不是已经有了呀 那默认的不是就是ID吗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order by order by的时候的话 那在这里面呢 咱们怎么来继续操作呢 在进行操作的话 在张格林怎么操作的 是不是复ID呀 那好了 你现在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写一个复的ID 放到这儿 然后呢 再去点击一下out的时候 来去看一下 有相对应的 这里面实际上是不是出了一个问题啊 没加这个东西 加了个括号之后 然后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当前在给我们去提出来的时候 这里面实际上是不是 爆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警告啊 这个ID的话是没有去指明啊 所以意思就相当于 我们再终去使用的话 怎么去使用呢 你在这里面得去通过 user.id 这样方式来去指明 然后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相对应的 哎 不是通过这个user.id 而是 不是复ID 这就是这个user.id 还是放到这个地方 不是通过那件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user 那是第一次提案的警告 这只是第一次警告 就说还是这样复ID的方式 放到这里面来 但是我们说这个方法可不通用 这可不是sircle.id当中官方推荐的 这只是说 你为了跟jongle很类似 有这么一个负号 而真正的话 在sircle.id当中官方推荐的话 是哪种方式呢 是这样的方式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保留下来 给你保留下来 然后官方推荐的话 是哪种方式呢 还是比较繁琐 你就要注意到吧 还是user.cori 然后对应的是order.by order.by之后 我要对行进行调序呢 应该是user 比如说应该是user里面的id吧 然后呢 再往后 以函数的方式 desc加括号的方式 告诉你是说 以这个id 它是以降序的方式来进行排序 以nish的方式 然后再.out 然后放到这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放到这之后 我会拿到一个对应的列表 列表当中的话 我看一下零号元素 它的name是谁 再看一下零号元素的最后一个 0123 咱们选择3吧 最后一个 点name 它是谁 不就是王呀 最后一个是周 第一个是这个周 最后一个是王吧 倒序呀 是关于这样一点 你觉得这一点很不方便是吗 但是你看到别人使的时候 大部分也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写的 都是按照这个某个东西 .desc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如果你在这里面 如果想显示的声明 是按照声序的话 怎么操作呢 你显示声明的话 声序的话 你在这里面可以附加参数 就是优色id 就是声序 你也可以显示声明 显示声明的话 就是.asc加括号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这是关于这个排序 对 默认声序 我是说如果你想显示的话 你把它写明了 也是.asc加有这样 还是存在的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降序写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希望大家之后 怎么做呢 还是按照这个 追求这个通常的默认方式 这个.desc的方式来去写 不要去写麻烦 然后我们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当然这个orderby说完了之后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相对应的 应该是这个groupby吧 那groupby的话 这时候就更麻烦了 groupby的话 你怎么去操作呢 groupby就相当于 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 flask搜索m当中 你就没有办法通过 比如说这个user.com 比如说通过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想拿哪里东西呢 想拿这个roid进行分组吧 想拿roid分组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user.com coorie再进行操作了 那怎么操作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你得去通过谁呢 得通过最原始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db.session的方法 然后呢通过它再进行coorie查询 进行它查询的时候呢 你要去指明查询的这个地方 是要去进行过滤哪个东西呢 对应的应该是user里面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在进行查询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coorie里面除了能够跟寻这样的一个user模型类之后呢 你还可以去指明最终查询的时候 相对应的还有哪个字段 你比如说user.com 我就给他说了 有一个根据这个roid 这个roid呢 会最终作为这个返回的这么一个id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往后走的时候 coorieuser.roid 然后再往后走的话 根据什么东西呢 根据groupy groupy的话 这时候要去指明了 指明根据哪个东西进行排序呢 是不是要根据谁啊 应该根据 还是user表里面的roid 这个人分组吧 不是排序 是分组吧 是根据这样的东西来进行分组 那你前面来看一下 因为我在进行分组的时候 最终查询了一个结果 只要分组 它还是模型类吗 还是模型类的对象吗 分组之后可就不是了吧 分组之后的话 最终反映出来的那个数据 它可就不是一个对象的 不是一个我们所定义的这个user对象 或者说是ro对象了 所以这时候呢 才要求的是 你在进行分组的时候呢 coorie前面不是对应这个类 而是说你要去指明 到底反映出来的结果 会包含哪些字段 这一点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之前我直接不通过分组的时候 我通过哪个地方呢 所以一开始的查询的时候 另一个查询分上是 我通过这个查询的话 查询一张表 ro这张表 我只要查询出来 那最终结果肯定就是 所有ro这张表的所有字段 那个数据值吧 它就是这样一个对象了 但是现在进行分组了 分组之后的话 那你之前去想一下 我们通过这个地方 咱们还是通过这个 select语句来 写吧 搜狗语句 select select 然后呢 怎么操作呀 select东西 我们把它通过这 group from 然后呢 tbl 然后users吧 然后呢 group啊 是不是通过group by呀 group by 然后紧接下来呢 group by by谁呀 比如说roid吧 进行分组 分组之后 前面那个东西 到底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值 是不是得由我们自己来去决定呀 你比如说这里面我们说的一个聚合吧 你需要对应分组之后进行操作处理了 比如说我想查看什么用的 想查看roid 然后还想查看什么用的 想查看一下roid当中 就相当于一个记录数吧 每条的记录数 所以这时候你来看一下 select之后 出现了一个结果 应该是 呃 group 写那边写习惯了 你现在来看一下 当前出现的结果 是不是相当于 就是说roid为1的 是不是有两个记录啊 然后呢 roid为2的 也有两个记录吧 所以我们说 你通过分组之后 这个返回值 还是跟你的模型类的 那个字段对应得上吗 是不是对应上不上了 是对应上不上的吧 因为你进行分组的时候 肯定要有这样的侧点 所以呢 就相当于 我们说一个回来 去说了 那你在进行 这个进行查询的时候 进行查询的话 cory里面指明的 就是到底最终 反映出来的是 由哪些字段呢 所以第一个字段 比如说就是roid 然后呢 第二个字段 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在这里 想进行查询吧 想进行求和 想进行求和的话 就想模拟出来 空的 空的话怎么做呢 你直接放到这儿 是没有的 所以呢 还得去引入 引入什么东西呢 还是从这个 Circle Alchemy CircleAlchemy当中 去引入一个 FUNC 引入这个Function 引入它 因为它之后 在Function当中 会包含了 好多个 那个对应的方法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操作方式呢 就是说直接 db.session里面的 里面的 Core 然后呢 比如说我想进行查询的结果呢 是User里面出现这个roid 然后呢 还想出现的话 出现的一个最终结果集吧 Count求和 应该是FUNC里面有一个Count 有这样一个Count方法 然后呢 你想对谁求和 应该是User里面的roid进行求和 求和之后的话 然后呢 后面再去写一下 group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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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by之后的话 根据谁呢 User里面的roid 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写的时候呢 看一下当前是不是还不是一个结果啊 所以你要注意 还得再加上out的方式来查询出来结果 那当前这个结果 你先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根据你的字段 定义上了 第一个代表是roid 好了 它是1 编号为1 其他的结果多少呢 是2 然后呢 第二条记录 就像你看左边 是不是1 2 然后呢2 2 1 2 2 是通过这样方式 定义起来的 这个l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l代表是说 在python2当中的整形 还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整形 还有一个long 长整形 所以呢 这里面你一看到这个l的话 就代表是长整形的意思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那关于使用这样的分组查询的时候 你到底还想进行什么样的操作的话 都是在func当中 你比如说有求和呀 求最大值呀 都是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操作的 这是关于这样查询 那这时候的查询呢 咱们也就说完了 咱们不然呢 我们下车都不在意了 这时候再车都不在意了 咱们不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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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在意了